第十七课 谁都有办法看好你的病 Lesson 17 Everybody is able to cure your disease 你好 欢迎跟我一起学习HSK标准课程第三集 Welcome to HSK Standard Course Level 3 我是你的汉语老师孙岳然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第十七课 课文一 我们已经学过了结婚 在中国人们结婚会请家人朋友来参加婚礼 如果你的老同学请你参加婚礼 但是同学现在不在你工作的城市 你应该怎么跟公司经理说呢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怎么请假 How to ask for leave 好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生词 请假 To ask for leave 跟我读请假 请假 跟经理请假 跟老师请假 王经理我想请个假 你想请多长时间的假 我想请三天假 因为生病请假可以说请病假 我发烧了 我发烧了 今天不能去上课了 想请个病假 因为结婚请假 可以说请婚假 小李下个月结婚 他想请婚假 因为自己有事情要做请假 可以说请试假 明天下午 明天下午我想请半天试假 我要去机场接我妹妹 下面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词怎么写 好 下一个 一共 一共 跟我读一共 一共 大卫生病了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都没来上课 他一共请了三天假 你们看一下 这里一共有几个盘子 对 这里一共有十三个盘子 下面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词怎么写 今天的声词学习完了 我们今天一共学习了几个声词 对 我们今天一共学习了两个声词 现在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这两个声词 跟我读 请假 请假 请个假 请病假 请三天假 一共 一共 很好 好 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的课文 先听课文 边听课文 边想 女的 想请几天假 周经理 周经理 下个星期我可以请几天假吗 你有什么事 我的一个老朋友结婚 我跟他两年没见了 你一共想请几天假 三天 女的 想请几天假 女的 想请三天假 好 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课文 边读课文 边想 小丽为什么要请假 周经理 下个星期我可以请几天假吗 你有什么事 我的一个老朋友结婚 我跟他两年没见了 你一共想请几天假 请几天假 三天 好 我们一起来回答问题 小丽为什么要请假 她的一个老朋友结婚 他们两年没见了 她想去参加老朋友的婚礼 好 我们现在再跟着录音 读一遍课文 周经理 下个星期我可以请几天假吗 你有什么事 我的一个老朋友结婚 我跟他两年没见了 你一共想请几天假 三天 好 下面你能用自己的话 说一遍说一遍对话吗 小丽下个星期 想跟周经理请三天假 她的一个老朋友结婚 他们两年没见了 她想去参加老朋友的婚礼 很好 现在我们一起来做一些练习吧 看图回答问题 一 桌子上一共有几杯咖啡 桌子上一共有四杯咖啡 二 你一共买了几个面包 我一共买了六个面包 三 他一共要请多长时间婚假 他一共要请十天婚假 四 三条裤子一共多少钱 三条裤子一共五百九十七块钱 很好 今天我们学习了怎么请假 在公司或者学校 请假的时候 一般会要求我们写一张请假条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请假条 下课后 根据课文内容 把请假条写完 以后如果你需要请假 可以写上自己的原因 好 今天就到这里 再见